基隆河捷湾取值可以说是台北盆地东侧60年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创造出430公顷的新生地 垂升了内湖科技园区、大指百货商圈、士林科教馆及儿童兴乐园 而在台北盆地西侧竟然也有类似的规划 要将淡水河跟大汗溪捷湾取值 甚至连目前营运中的台北捷运新装线 也曾经受到这个计划的影响 导致工程延宕多年才能通车 从20世纪开始 由于日本及国民政府大力发展 台北盆地涌入大量的人口 使得原本皮膛跟水道遍布的低洼地势 逐渐被防射及道路覆盖 当地表被不透水的铺面覆盖之后 一旦遇到好大雨 水势不及宣泄 河流又暴涨的话 就容易出现淹水的状况 在1901年淡水河岸的大稻存堤防湾工 往后继续往南延伸到蒙甲 而到了1918年 新田溪河岸也出现川端堤防 往后相关工程一个接着一个展开 在1937年的时候 更是直接制定淡水河治水计划 预计新建16段总长96公里的堤防 同时规划6条大排水沟 不过因为经费过于庞大 后续并没有顺利推动 台北盆地内的水利工程也只能零散地进行 然而到了1959年 碧利台风造成台北严重灾情 紧接着是1961年的波密拉台风 1962年的欧破跟艾美台风 最后1963年的葛勒里台风 带来破纪录的雨量 不仅重创台北盆地 洪水更淹进士林关底里面 促成台湾省水利局 与当年年初制定的淡水河洪水计划 调查研究报告火速通过 相关规划内容也很快的 在隔年1964年的4月开始进行 里面两项最为人熟知的计划 应该就是乍宽关度爱口 跟基隆河适林段的节湾取值工程 但是其实在同一份报告里面 还提出了淡水河、大汉溪 以及新电溪的河道调整方案 当中的共同概念就是 由于台北的盆地地形限制 河道容易有平景点 加上三大支流的大汉溪、新电溪、基隆河上游降雨时 水势汇聚时间接近 造成洪水难以宣泄 因此不只是传统的堤防新竹 整份报告更着眼在河道平景点的处理 所以除了关度爱口 另一个被视为需要急迫处理的河道 则是淡水河台北桥段 而这个位置正是清代流明船新竹铁路时 因为河道最窄而选择跨越淡水河的地点 但是狭窄的河道也容易让水位拉高 进而导致桥梁受损 促使后来铁路直接改线 在1937年的淡水河治水计划里面 淡水河从今天的中心桥 一路到关渡大桥的河道都要全面进行拓宽 而台北桥处的河岸会从现在的位置 直接往后退将近500公尺 来到差不多是三重文化南北路口的地方 让河道从最窄的436公尺 直接拓宽到900公尺 然而随着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 大批军民迁入台北 连带的淡水河对岸的三重人口也飙升 在先前没有特别管制土地利用的状况下 河岸边早已经是楼房遍布 使得1937年的淡水河河道拓宽计划 几乎没有实施的可能 而台湾省水利局只能另外领定4个方案 来处理台北桥河道过宅的问题 第一案又或者称之为假案 主要的工程是输浚河道 在河道宽无法改变的状况下 将河床全面挖升3到5公尺 产生的土方可以就近用来垫高河岸旁的低地 而虽然还是需要增渐堤方 但是高度却只要4到6公尺 不过初步评估却认为淡水和水系 已经趋近河道平衡的状态 也就是水流中的沙石冲刷跟淤积量接近 如果要大规模输浚河道的话 很有可能过没多久 有淤积回到原本的模样 必须要定期进行输浚 才能达到效果 而这将会成为财务上的无底洞 因此第二岸又或者称之为椅岸 虽然也要将河床挖升 但是范围却不是整个河床面 而是只将河床中央15到50%的宽度 挖升个5到8公尺 挖出的土方量减少了一半 工程难度大幅下降 不过因为水位将会比甲岸来得高 因此除了新建堤防外 连旧有的堤防都必须跟着加高 而桥梁也必须配合改建 第三岸又或者称之为丙岸 这是在联合国仿洪专家的建议下 规划直接将大汉溪改道 从新庄西盛开始另辟新的河道 大致沿着今天台65线的西侧一路往北 接着通过泰山跟五谷市区的东侧 最后顺着温子川的河道会入淡水河 如此一来台北桥处的淡水河 就只剩新电溪的河水会流经 可以大幅降低洪水通过时的水位 解决河道过窄的问题 既有堤防桥梁也不需要加高改建 而开挖新河道产生的土方 可以直接运到大汉溪的旧河道上 创造出300公顷的新生地 让新庄跟板桥之间不再被河流阻隔 有利于整个大台北地区的发展 至于第四岸又或者称之为丁岸 指出大规模改变河道可能有风险 再加上工程初期就要收购大量土地 可能不利于计划的推动 因此把丙岸的750公尺宽河道 缩减为只剩450公尺 而且功能也下降为苏洪道的等级 将会在新庄西盛设置一流燕 当大汉溪的河窗水位超过4公尺时 才会将河水排进苏洪道里面 雨量较少的春天还可以在苏洪道种植作物 最后在评估各个方案的经费 整治成效 经济效益之后 认为丁岸的投资成本虽然最高 但是后续的效益却是最大 还可以彻底解决台北的洪换问题 可以说是CP值最好的方案 即便联合国防洪专家 又在报告完成了隔年 也就是1964年 另外提出了新电西一并改到的方案 不过政府还是决定执行丙案 而到了1965年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 也认定丙案为可行方案 并且建议分歧实施 整个淡水河防洪质本计划 包含了大汉溪的捷湾曲直工程 就这么准备开工执行 然而作为先骑项目的 关渡爱口拓宽工程 将西岸的五谷狮子头 跟东岸的关渡橡皮 分别炸回产瓶 让河道由450公尺 拓宽到550公尺 改变原先湿巷收口的地形之后 却反而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 海水更可以顺着更宽的爱口 溢入台北盆地 造成部分地区土壤炎化 无法种植作物 另一方面 原先基隆河的捷湾曲直计划 是要在涉子岛的颈部位置 让基隆河直接汇入到淡水河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 延平北路六段跟七段之间 会有到堤防阻隔 不过在1963年的 葛勒里台风之后 反倒是更靠近士林市区的河道 被捷湾曲直 基隆河也就维持在关渡 汇入淡水河的状态 直到现在 而在计划非预期的变更 并且于1964年动工 1965年完工之后 观测到1970年的结果 发现在百灵桥处的河床 就已经淤积了4公尺的高度 这也使得原先要接续执行的秉岸 也就是淡水河大含西解弯曲直 主体工程受到极大的挑战 不得不全盘纳入检讨 而在此同时 由于台北盆地没有水库 可以稳定供水 民众往往直接抽取地下水使用 形成严重的地层下陷问题 最大记录来到每年28公分 总下陷量甚至超过2公尺 在五谷泰山新庄卢浇交界带 严重到地面高度 已经低于海平面 加上关渡爱口炸开后的海水侵入 从1968年开始 出现长期积水现象 对比1957年跟1970年的地图 就可以发现大片农地已经变成沼泽 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落在温子川的流域 也正是在这样的1968年 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办法 正式定定实施 当中大汉溪结弯曲直郁金河道 地层下陷导致海拔低于0公尺区域 都被划入一级管制区 不得建造长期性建物 也不得种植多年生植物 不过细看当时的一级管制区范围 还包含了自大汉溪跟新电溪汇流处 一路往西北延伸到海大0公尺区域 这个狼带是依据天然泻洪道的身份被划入 但是却没有相关研究表明这个天然泻洪道 是怎么得到的结果 而且历次台风的淹水记录中 这个狼带也是相对教授受灾的区域 到了1970年 经济部的台北地区防洪计划检讨报告中 认定根据先前炸开关渡爱口 跟基隆河结弯曲直的结果 大汉溪结弯取得的计划必须要放弃 改以建制苏洪道的方式 在不大规模改变河道的状况下 就不会遇到新河床淤积的问题 而且还是可以解决台北桥处河道过宅的问题 并且就此提出四个苏洪道的方案 第一案直接利用前年划入一级管制区的天然泻洪道范围 其余的工程只有增建苏洪道两侧堤防 第二案的路廊跟第一案相同 不过整体宽度缩减 并且将苏洪道路口的土地降挖一公尺 以利于河水进入苏洪道内 第三案则是整体往西移 走的大约是今天新庄思源路的路廊 最后的第四案则跟1963年的丁案相同 走的是今天台65线西侧的路廊 而无论采取哪个方案 整个淡水河流域的堤防都必须拉高 最后评估的结果认为第二案已经落在一级管制区内 工程推动相对简单 而且影响河道较少 工程效果容易维持 这个方案后续得到美国陆军工程师团的认可 在1982年正式开工失作 但是由于规划内容被大幅度变更 引来沿线居民不满强烈抗争 整体工程一路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 成为现在的二重疏洪道 而在此同时 原先作为大汉溪捷湾曲直的河道用地 有了温宰尊的称呼 也随着二重疏洪道的开辟 由一级管制区 降为管制比较松散的二级管制区 规划中的台北捷运新庄县 便预计将机场设置在当时 还落在管制区内的辅大北侧 从原本台北捷运工程代码里面 新庄站是欧二 辅大站是欧一 在往西的丹缝却跳号成欧六时 就可以看出早年新庄县的终点设定在辅大 不过后来台北县政府 却着眼于温宰尊的开发利益 强烈要求新庄机场 改设置到回龙的热生疗养院附近 或者是新庄领口间的山谷 然而台北市捷运局 却认为这些方案都不可行 于是到了1994年 台北县政府直接宣告温宰尊的土地 已经完成规划作业 公共设施用地不足 迫使新庄机场 只能改设置到热生疗养院内 引发后续青年热生联盟等团体的抗争 也让新庄机场的工程严重延宕 进一步造成新庄线无法于2010年 跟同期开工的卢州线一起通车营运 后续还要以分断通车的方式启用 另一方面 温宰尊虽然于2000年 正式解除洪水平原的管制 但是早已经有大量的铁皮建筑工厂建筑 原先计划以趋断征收的方式处理 受到居民反弹之后 改为开放民间自办重画 又因为执行难度过高而放弃 导致整体开发作业延宕 直到2019年才终于获得 内政部都省会核定 接着拆迁厂房 正式开启重画工程 不过期间却遇到地势低洼 下雨后排水不易 导致东西向主干道的领航路 通车时间三度推延的状况 其他道路目前还在失作 预计2026年才会全面完工 途中会不会又出现其他问题 也还是个未知数 淡水和水系的治理 相当大程度地改变了台北盆地的地景 也间接影响后续的交通建设 如果当初大汉溪捷湾曲子计划真的执行 能不能顺利完成 又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面貌 可能要到平行宇宙才会知道了